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谈兵读物 我是安科马克马克书 大家好 我是好谈 我消失了两集 有些朋友马上喜欢戴帆的怡方 我有检讨一下老谈觉得怎么样 还不错 好 那我以后会尽量请假 OK 回到节目上 上一集老谈说到74军的五七师 俞成万的常德保卫战 除了常德保卫战之外 国共那边还有某比较悲壮的保卫战 说到故军 俞成万的常德保卫战 绝对是其中之一 另外 凡先绝 他的衡阳保卫战 那更是一定要提 俞成万是在1943年12月3日 凌晨突围 那个时候 凡先绝的第十军 也已经抵达常德的附近 不过才过了半年 在1944年的6月 轮到了凡先绝 他要率领他的第十军去守衡阳 他的悲剧性与戏剧性 跟俞成万其实是不相三下 战场上的坚持与放弃 或者我们说荣与陆 很多时候其实是没办法说明的 所以我们自己来说他 因为衡阳保卫战刚开始的时候 蒋介石只要他能够坚守14天 没想到一打就打47天 当然也有人是说48天 打到中国舆论统统统爆栏了 可是呢 凡先绝最后呢 他又很戏剧性的与日军谈判 依照国际惯例被俘 这个被俘我们这边是引号 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人 对他相当的敬佩 因为凡先绝把衡阳保卫战 打成日本的小旅顺 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伤闻 1983年 凡先绝在台北逝世 那个时候日本士兵还有他们的后代 前后三次来台湾碾香祭道 而且还一一的报上他们 当年参战的部队续力乐方号 表示说他们是代表这支部队前来频道 为了表示诚意呢 日本那个时候呢 还特别制作了一幅大型的油画 就是衡阳会战 他们为了要求真 所以还派人到衡阳去取泥土 作为着色的依据 另外他们也在香江汲取了一瓶水 还有带回了一盒的衡阳土 因为凡将军的同袍部署 在这块土地上流过血 这瓶水对于凡将军必然有特殊的意义 包括了这一盒的泥土也是一样 所以他们后来把这一瓶的香江之水 还有衡阳之土撒在凡先绝的墓前 为了这一集 我们很荣幸的访问了方先绝的儿子 方清恨先生 讲了一些平常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那这一好故事呢 刘子等一下只听他说 我觉得后半段日军来台的那一段 听起来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因为双方是在战场上面拼生死 没想到日军对方先绝是这么的敬重 所以父亲是第十军之众团 二营三校营长陆敬业的儿子陆启东伯伯 他说日本最重视武士道崇拜强者 如果方先绝当时是投降 日本不会前后三次来祭道 还慎重其事的去取向江水 衡阳土 只有一个方先绝军长 在去世以后 这个攻打衡阳的日本第十一军 三次组团到五指长来调祭 这个没有一个中国的将军 有这种礼遇 这是民国八十四年 对 第十军的方军长 去的时候 这是一种敬意 那你刚刚讲的说不可思议 这个的确还有很多 其中包括了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在开战前 相将出现了老鼠过江的怪事 从西岸到东岸 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个一定会有大事要发生 所以有些人比较知道的 就可能就先走了 晚上老鼠成群结队的黑牙一片 最后一个老鼠咬前 前一个老鼠的尾巴 整群结队的黑牙一片过江 这一段是我父亲讲给我的 连动物都跑 对 由科学解释吗 还是就是一个传说 因为这是真实的故事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动物它的这种预感的能力 其实是比人类强烈的多 大概知道说 这个地方将来会化成焦土 所以先走为妙 可是老鼠跑了 范仙诀却带着它的第十军来了 那为什么日军要打衡阳 衡阳是约翰铁路 还有香跪铁路的交叉点 如果失守 就代表说整个中国的东南和西南 被割裂成两半 所以日军要来打的时候 蒋介石就立刻下列 要求范仙诀率领他的第十军去衡阳 并且要求至少要守两周 从6月23日日军的进攻开始 计划一天就要拿下衡阳 到了7月18日 由于范仙诀他的坚持抵抗 日军都一直打不下来 那个时候日本的首相东条英姬 还被迫辞职 一直到了8月6日 日军才从北门公路的衡阳 等于范仙诀守了40多天 但最终还是被攻破了 那后来这场战役是怎么发展的 日军攻破的前一天 也就是8月5日 那个时候范仙诀在中央银行 造起了他的重要的降点 然后讨论说 到底要继续的死守还是突围 那个时候第10军的都战官 叫做蔡汝林 拿了一本《禅德会战检讨会议录》 他说这里面的记录是委员长训斥于成万 说你是怎么样当人家长官 怎么能够丢下受伤的士兵 自己先逃跑 欢欣爵听了以后 最后他做了宣布 说我绝对不突围 一定死守 不会十字逃走 等于他就是要死守 如果真的战况不行的话 他大概就自我自己 那些受伤的士兵怎么办 难道比如说你最大的长官走了以后 的确有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范仙诀他后来决定不突围了之后 他拟好了一道电报给蒋委员长 此电恐怕就是最后的一电 来生再见 为了要保证三兵的安全 范仙诀就以说保证生存官兵安全 保证三兵得到救治为条件 与日军谈判 范仙诀是在8月8日 率部有关起的抵抗 这个时候这支孤军已经坚守了47天 然后日本军后来就把这支部队 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先河军 希望能够由范仙诀来继续的担任长官 可是他后来在军统的协助之下 逃回重庆 那这支卫军也就消失了 日本人为他量身打造一支军队 叫先河军是用了范仙诀的先 这其实意思蛮明显的 另外这个河就是昭和的河 就是各取一支 范仙诀他回到重庆 蒋介石其实也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而是还把他提升为 第36集团军的副总司令 并且还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 虽然打输了 但其实输得很漂亮 但这个词用来形容是不太恰的 但就是说蒋介石也给予他相对应的荣誉 前面老台有提到说方先爵后来来到台湾 来台湾这一段过了怎么样 他是在1949年来到台湾 我们知道道德其实是最好占领的高度 慢慢的就开始有人说 从道德论的角度 或者我们讲不好听的话叫做封建道德 就从封建的角度来看说 方先爵那个时候是可耻的 是最不可色 因为他投降了日本 所以晚年的时候 方先爵他的经济条件不是太好 住的房子年久失修 据说老鼠成群 后来还是用了他国大代表的贷款 才签到了新家 你讲了在老鼠 我就想到那个比喻 也就是衡阳保卫战开打前 老鼠过江 因为方先爵要来 然后这么多年了 方先爵老了 就他的住的地方 其实环境很差 然后老鼠来打扰他 对 之前其实你这样一比较真的 我们也很常讲 就很多老兵来到台湾 其实他晚年凄凉 对 那个时候方先爵搬走了以后 新六军的副军长苏世纯 他住进去了方先爵他的老宅 他说这栋房子老鼠蟑螂 非常之多 老鼠夜间跑马 他还能够忍受 可是蟑螂一个晚上 要在他的脸上漫游几次 他说他已经80多岁了 实在是吃不消 才很好奇说方先爵是怎么样 能够在这个地方住个20多年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 又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了 这位方先爵老将军 晚年的生活真的是比较辛苦 对 其实有的时候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 我在看这些战役的故事 就是看到将领犯弃的抵抗 有时候会觉得优点 但是自己年纪大了以后 再重看这些军史多一些体会 比较能够先去设想说 打赢打输 有多少的将领 能够获得对手的尊敬 像方先爵算是自勇三权 或者他不会打出抗战八年 时间最长的守城战 被俘固然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像方先爵这样子 其实是远远的比许多 不打先跑的将领要强上太多了 衡阳保卫战主要是 第十军在衡阳防卫 老潭友给我看一些资料 守军其实坚持了47天 也有人说48天 第十军17600人 对 伤亡率是85% 但是日军那一边 阵亡人数是1万9以上 甚至高达4万 当然有人认为 他是中日八年作战当中 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功臣之战 是日本人说的 老潭其实没有讲过第十军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为什么这么能打 有关衡阳保卫战 相关的书 其实比长德保卫战 就是我们三一集所说的还要多 有兴趣的朋友 稍微找一下 应该都可以找得到 我们这边简单的说 在1944年日本发动了一号作战 汤恩伯的部队在河南一触击溃 日本用39天把整个河南占领了 又用了23天 很快的击溃了在湖南的国军主力 到了6月18日 残杀被攻陷 残杀一失 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衡阳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衡阳的重要性 等于衡阳的保卫战 其实就是随时会展开的 方兴爵跟他的部队是怎么去准备的 第十军 本来他们就有泰山军的称呼 从北伐以来 是蒋介石他的口袋里面的军事王牌之一 要讲第十军打衡阳保卫战 有一部分一定要扯到74军 57师的残德保卫战 因为我觉得两个并且来看 比较不会孤立 简单的说在1940年 第九战区的第八军和第十军合并 由山东三里之一的李玉坦来担任军长 他后来来到台湾被枪毙 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以他为主角说一句 到了第三次残杀会战结束以后 李玉坦高升 所以军长的位置就由方先杰他来接任 那第十军是怎么跟常德会战有关的? 1943年日军为了要牵制国军 抽调到云南印度去撤运盟军的作战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集中了六个司团 大概是十多万人发动了常德会战 决战点就是我们说的常德城 沿水以南的救援主力是由第十军来负责 那个时候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担任左翼的预备第十师 战区司令却越每天晚上用电话 威逼说你要赶快进军 所以他们过于突出在救援的过程中 施展孙明景他重担身亡 副司长葛仙才他也重三 那这位葛仙才他后来来到台湾 他也出了一本叫做 《残杀、残德、衡阳、血战、清丽记》 他里面有提到他的肺部那时候被子弹给贯穿 咳出来的血他不敢吐在地上 只能吐在手帕上面 因为他怕影响军心 司长阵亡副司长重伤 这样还能打吗 所以残德会战结束以后 第十师开始整补 那那个时候薛岳把军长 番仙杰给要指 撤换了他 1944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 所以薛岳他又紧急的命令 第十军进驻衡阳 而且是指名要番仙杰来带兵 蒋介石也下达了命令 就说你一定要坚守14天 就算完成任务 蒋介石的意思是 首一到两个星期就完成任务 那他怎么去准备 这我们先讲两星期的任务好了 番仙杰他的环玉工是做得很好 所以才能够给日军带来很大的3万 因为他的每一个碉堡的选址 都非常的正确 能够形成交叉火碗 而且最重要是丘陵的基部 全部都把它削成断崖 顶部再挖可以投资手榴弹的投资好 所以日军冲到了前面的时候 往往被手榴弹给炸死 从6月23日开始 第十军就用邪弱之躯 跟日本去做对抗 打到第26天 番仙杰按照蒋介石的规定 如果没有继续作战的能力 就发出约定的密码 可是援军迟迟迟都没有来 很多人当然会去怪说 老蒋好像不管他们的死活 事实上老蒋是真的有督促 那个时候第27集团军的副总司令 也就是前面的第十军的军长李玉坦 要派兵来持援 那个时候第62军 他们也的确抵达了距离衡阳7公里处的 一个地点叫做东阳铺 而且还通知了番仙杰 说马上就要打到城外的无底艇 这距离真的蛮近的 应该说非常近不能讲蛮近 因为以军队来讲是很近的距离 对就是2.5公里而已 所以在7月21日的凌晨 方仙杰那时候派他的直属特务营的营长 曹华亭带150人去突围 要接运援军 那他们到达无底艇的时候 却没有发现到任何部队的踪影 曹华亭那时候看到这种情形 就悲愤的对大家说 你们都已经成功的突围了 有愿意离开战场的 就现在可以直接回家去了 那他自己决心再打回衡阳城 要跟第10军共存关 结果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 于是曹华亭又带着大家又杀回城内 但是呢只剩下20多人 这样等于说一来一往 那因为援军没有进城 所以其他的部队呢 就顺势的全部通通都保持距离 以策安全 曹华亭复命 方仙杰把他骂了一顿 军长 就说你这个笨蛋 你回来干什么 就是因为你出去了 回不来我也不能怪你 也不就绝对不会跟安宁 你穿一个临阵脱逃的帽子 是不是 你回不来 这种情况你回来是很难得的 他说报告军长 我死要跟你死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第十一 第十一 相信 到了8月7号 城阳城内已经可以说是万分的危急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就是他们在6日公路的城内 巷战一天的结果 其实马上就要整个彻底的沦陷 虽然那个时候空中有陈纳德的飞斧队 就彻底的结束 所以真的是一个类似长德的孤城跌写 对 城内的守军可以这样打出去又打进来 但是援军就是始终没有过来 这真的是很离谱 到底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们之后可以另外再说 后来有一些文章也是专门在讨论说 为什么那时候援军不来 又为什么在里面的第十军不突围 相关的书其实蛮多的 比如说像衡阳看战48天 他的作者是环枪 他认为里面的部队就应该要配合打出来 他甚至于以写看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的作者 白天灵副枪还打比战 这个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总之你现在看当时打过的人 所留下的著作对衡阳保卫战的成败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对于这些比较细节的这种对错或什么等等 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 不过如果是以三兵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是觉得情有可疑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阳三级战役 国军的将领宋瑞科 他那个时候因为不忍心抛弃三兵 而自己先走 所以他最后被俘 蒋介石对宋瑞科其实也并没有很多的责怪 反而还责怪援军 所以你看抗日战争 还有国共内战的初期 其实国军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常常觉得 其实几乎都已经预告了 国共战争的最后的结局 我们的节目已经一百多集了 突破一百集 老谈到这一集才讲方先爵 日本军对他非常的敬重 他过世之后 还拍代表来台湾来致敬 这位方先爵 我朋友比较陌生 通常讲我朋友就是我本人的意思 老谈要不要介绍一下 方先爵他是安徽肖县人 他是皇甫三起 同期的名将 还有被指着见识不救的王耀武 戴安然还有李天霞等等 另外呢 方先爵跟张宁甫还是亲家 他的女儿嫁给张宁甫的儿子 安徽当时还有另外一位名将 是孙丽人 所以张宁甫的妻子后来来到台湾 又去了美国 是孙丽人做宝 中间的关系其实还真的是有点复杂或紧密 为什么张宁甫的儿子会娶了方先爵的女儿呢 根据张宁甫他的儿子的说法是 他在美国遇到了未来的妻子 其实双方都不知道说你的父亲是谁 那是后来认识交完以后才知道 其实战争是非常的残酷 我所知道的是 张宁甫的公子之前还有74军老兵在的时候 只要知道哪里有 他都会想办法去探视 那范仙爵的晚年呢 也会有一些第十军在台抛车会以前的部署来探视他 可是呢 他从来没有再回过衡阳 因为衡阳是在8月8日陷落 所以范家从来没有过父亲节 每一年到了这一天 范仙爵几乎都是一个人独处 他最小的儿子范庆亨 提到这一段的时候 他是这样子说 小的时候好像我的印象中间 我们家从来没有过父亲节 慢慢退休之后才发现 他8月8号那一天 他厂商一个人把他 我想关到自己的书房 他本来话就少 可是特别那一天他开始他 我想几乎 我想几乎不讲话 可以看得出来他可能心情很不好的样子 后来才开始慢慢了解 原来8月8号 是衡阳城破的那一天 我没想到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因为衡阳保卫战的关系 所以方将军他们一家人 其实是没有过过父亲节 所以在范仙爵过世之后 他决定要替父亲完成遗院 刚好1994年 是衡阳会战50周年 所以范庆亨他联络了 当年参战的第十军 在台的一些他以前父亲的老部署 大家一起去衡阳 到了衡阳 其实我们已经选好地方 就在衡阳城里面有一个叫雁峰寺 这雁峰寺 当年好像也是炮 炮兵的一个阵地 南岳恒山 请了几位老和尚 来到那边去超渡念经 上面我之前叫他们定了一些 鸡鸭鱼肉水果啊什么东西 还有500个馒头 我们当然没有参与到那一场 可是可以想象 气氛氛围一定是非常的沉重 是没有错 所以范庆亨他说 当时还有十几位拿着旗子 上面写着 湖南黄埔军校同学会的老先生 他们也自动的前来 在他念纪文的时候呢 这些老先生 衡阳当地的老百姓 哪都在暗自错气 就开始点名嘛 比如说哪一师 哪一团 哪一营 哪一连 然后有个人要喊道 因为这个是召唤仪式 要把他们这个 当年在阵亡的这些人召唤过来 因为这些资料都事先查 好了 记文很长一张 用两个手这样拉开整整一张 当念到这个中华民国83年的时候 我看到这些 尤其是 黄埔军要衡阳统议会的老先生 我想眼眶有的红了 有的掉泪了 那参观的阵地 大部分人 这些老 这些第十军在台的人员都哭了 就回想到 50年前 第十军以工程日军1%的兵力 死守了大概47天 最终他们创造了敌我13比例3比1的战果 可是在寡不敌众 又没有得到援助的情况之下 最后他们的可用之兵就是不到2000 所以方先杰那个时候才以保证生存官兵安全 保证三兵得到救治 来跟日本做停战的协议 在范先杰将军埃隆录这本书里面 收录了一篇文章 他里面提到说 范先杰对作者说 当年在衡养陷落的时候 他解散了司令部 命令愿意逃出的官兵 就是几十个人就自行逃生 他则与愿意留下来的几位高级将领 就聚首中央银行 准备做最后一级 后来日军工程部队奉命派人 手持缓起来谈判 不久对方又带了翻译 那他说既然已经失去了 双方直接开火以求解脱的机会 也就按照战争的惯例受服 直到蒋介石派人来把他们给救出来为止 还有另外有一本书叫做 《范先杰与衡阳会战》 他里面也提到日方没有发布 《范先杰》投降的文件 之后又让范先杰直接降临 一一的全部都逃回去 似乎两方是有协议的 主要的原因应该就是说 范先杰守住了军人的气节 但崇散武士道的日本人 也觉得相当的佩服 正之言闭之言就让他走了 我觉得讲白话一点 范先杰把日本人打服了 是吧可以这样说 但是这个其实有一个 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就是投降这两个子到底 适不适用在这个结果 老实说相关的文章是有一些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反正就看大家怎么自我解读 我就记得我们以前遇到 这种类似的个案 有一种说法就是 你说他投降 但是他也许觉得我救了很多人 我留得青山寨我不怕没柴燒 对 回到节目上 恒阳保卫战对当时的中国 是有什么样的影响 恒阳保卫战其实是让老蒋承受很大的压力 因为战争结束以后 史迪威就施压老蒋 要把中国战区的统帅权交出来 尽管这样子 那个时候代曆的军统 还是一一的把番仙爵 葛仙才这些将领 从衡养里面救出来 到了12月30日 重庆那个时候为番仙爵 他们召开了欢迎大会 蒋介石剩下还把番仙爵 留下来吃午餐 只有蒋伟国一个人做陪 到了1945年2月 番仙爵他所率领的 第十军的这些师长 都一一的货帮青天白日勋章 所以第十军是国军建军以来 至今唯一一个 十几以上将官总共获得四座 青天白日勋章的部队 只是这次部队已经不在了 那我好奇啊 舆论认同吗 蒋介石当时是统帅 我要你守14天 你守了17天是有功的 但结果论来看 衡阳毕竟还是丢了 对 那方千菊也是后来才回到重庆 会有一些那种质疑的声让 对 当时因为中国军事上的问题 全部都在日本一号作战里面 暴露出来 所以报纸那个时候 其实都是高度的赞扬翻先绝 最主要的都是说 他是英雄 也就是何成军将军 他在日记里面说的 沾巡之首虽扬不能专美于浅 衡阳陷舵的以后 泉州桂林有州 日军到了哪里 就是瞬间就陷舵 吹枯拉船 对对 所以报纸都说这一路的守军太差劲了 贵柳一代的将军们 请你们照照番金长的禁止 所以那个时候的报纸 例如很有名的大公报 他的社论也说 如果中国每一个城市都像衡阳这样子 能打47天 日本能有几个47天 所以是有对照组 所以更显得方先绝是很厉害的 是对方先绝而言 他会怎么看我不知道 但我们套一句他在书里面 有人之前有访问他 他自己说我既未成功也未成忍 他晚年在台湾其实是蛮落寞的 为了准备这一集 老谭特别去访问了方先绝公子 还有当年第十军的后代 我相信故事非常之多 这一集讲不完 那一定会有在后面还会有别的故事 包括像那个时候是张孝霞 衡阳会战的历史军 军部的侦察连长 他的儿子张佑霞 他也有访问到 那因为我们这一集的故事 其实是还蛮多的 所以我们之后一定会陆续的 把这些精彩的故事 感人的故事把它给讲出来 对大家当然就是持续锁定了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谭兵途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可以观看 在底下留言交流之外 也能用Podcast收听 欢迎听众到Apple的Podcast 给我们留言 以及五颗星的评价 再次谢谢好谈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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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